从年初到现在娱乐圈里的大事件 似乎一直没有断过 有好的有坏的 不过最近有一幢好事降临 女明星张新宇忽然宣布自己结婚了 而对方竟然是和他一起参加过综艺节目的特众兵军官 可以说是男才女貌非常相配的 说起来张新宇此次忽然曝出结婚的消息 真的是让人吃惊 毕竟似乎张新宇前脚和李晨范冰冰的感情修葛 还经常被媒体拿来做文章 可是后脚范冰冰李晨一次 因为事物纠纷被调查 张新宇就宣布领政结婚 真是不得不感慨事实变化吧 毕竟张新宇出道至今最轰轰烈烈的一次恋爱就是和李晨 也正因为如此 两人还曾经合作过一不口碑 非常好的医疗题材电视剧 不过这部剧在张新宇和李晨这条感情线上 却被网友称之为大尺度 张新宇在剧中饰演一位十几岁被性侵过的女孩 那时因为胆小以及社会压力 所以没有报案 可是后来和李晨饰演的角色谈恋爱后 才发现李晨饰演的一生的同事 竟然就是当年性侵过自己的人 与此同时 靳东饰演的院长也知道了整件事的缘由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 靳东饰演的院长选择内部处理这位性侵女孩的医生 可惜的是最后几件事依旧被曝光 李晨饰演的一生收到了来自家人 以及社会的种种压力和质疑 就连当初的受害者 也变成了人们嘴里敲诈着成完仙人跳的坏女人 比如剧中饰演李晨母亲的台词中 不错 在法律上她是受害者 她如果是清白的话 为什么不报案 以及病人讨论时说 这么小一姑娘就干那种事等等 最后李晨饰演的一生压力过大 准备带着女友到美国 可是张新宇饰演的女友 却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 没错 为什么要走 结果这部剧最后的结局中 张新宇饰演的女孩出车祸去世了 可以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悲剧人物 也让人不及想起如今的很多案件 因此这部分的剧情 很多网友评价被大赤住 不过 现实中的这部剧也是够神奇 李晨和张新宇在拍摄这部剧时感情正浓 结果这部剧还未播出 两人就分了手